漫威上汽男主正面回应辱华原版人物存在歧视 我们会改 漫威首部华裔超级英雄立作上汽与世界传奇 一公布选角就在中国遭来巨大非议 加拿大华裔男星刘思慕扮演上汽被批太丑 漫威被指责选亚裔角色存在刻板印象和偏见 前段时间刘思慕开直播首次回应上汽在国内的负面生平 他称这部电影并不是取悦于中国观众 而是聚焦海外华裔 这部电影也只属于全体海外亚裔 而且我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在内 不会让这部影片变成上汽漫画这样的歧视走向 首先他向中国网友保证影片绝对不会有辱华情结 其次他以自己的亚裔身份说是 在这个白人至上的社会中 他也在抗争 也在为自己的权益而战 他希望以此来获取中国人的理解 让我认为自己的权益